網頁設計的部分介紹 我們首先看到首頁 首頁在title大家可以看到 南龍技術學院家庭自動畫展示屋 接下來老師剛剛有提到過 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上半段是一個title的部分 也就是出現老師的名字 下半段就是navy page 那navy page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又把它切割成 剛剛有看到螢幕下半段 把它切成左邊的 那左邊就是剛剛提到的 攝影機 網路攝影機的首頁 叫203.7.127.168 這邊有一個網路攝影機 會出現攝影機 照到我們那間展示屋的狀態 右半段的部分 我們又切割成上下兩個部分 上面的部分是Ctrl2 那就是二樓的一個網頁 那樓下呢就是一個Ctrl1 就是一樓的網頁 那我們接著再來看一下 一樓的這個網頁的設計的部分 那一樓呢剛開始是一些先告 接下來也是設定它的格式的 好 那接下來這裡呢就有看到一樓的部分 那我們有一個傳送的按鈕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門禁系統 那門禁系統呢我們包括了一個大門的控制 我們用到了一個NVO 這個就是Network Variable Output就是屬於網路的輸出的變數 那老師就把它定名了NVO Door 表示這個門如果當我們偵測到它的值是0 那就是開門 那如果偵測到它是100 那我們就是關門 好 那另外再看一個避燈的系統 避燈的系統呢 我們這裡用到一個網路的變數呢 叫做NVO Light 那如果說它的狀態呢是一個on的狀態 就代表它是開的 如果是off的狀態 那就是關的 所以中間會發現呢 這樣的網頁啊 控制網路的網頁 我們只要去針對它的網路變數 給它不同的值呢 那在網頁上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控制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安全系統 那安全系統呢 這裡有一個警報器的狀態 也就是說 針對這個安全設定呢 我們看有沒有打開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變數 叫做NVO Security 那這裡如果是on的話 那我們就是開 如果是off 我們就是關 好這邊呢 我們是介紹二樓 二樓的一個網頁的設計 一樣的首先是先告一些形態 還有一些變數 起始的先告 那這邊呢 我們要看到這個 就是Ctrl2的HTML的網頁 二樓的網頁 同樣的我們也設計了一個按鈕 Submit傳送的二樓的一個按鈕 還有重新整理的一個按鈕 好 那看到屋頂的天窗系統 我們呢 我們呢 一樣的這個天窗控制呢 我們有給它一個網路變數 nvo window 那判斷它的值 如果是100 我們就是向上 0的時候是向下 那如果0 0.0 然後又是1的狀態下 剛剛這個是0 如果是1的狀態下 我們就讓它停止 好 至於陽光呢 我們在天窗上面 有一盞燈 代表陽光 然後判斷 給它的變數呢 是nvo 上 light 如果它是on 我們就是 把它打開 如果是off 我們就是把它關閉了 好 接下來還有一個室內可調 燈光控制 這一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設定給它 不同的百分比 然後來設定它的亮度 自動偵測控制呢 就看我們的開關有沒有開 然後它會判斷它的溫度 然後調整它的亮度 那室溫的控制 那這裡主要是 配合我們的風扇 如果我們的溫度 設定 然後假設 我們設定呢 比如說你設定24度 那超過24度 那就代表太熱了 那我們就會把風扇自動的 做一個開關的動作 而且這裡的風扇 nvo fan 這個變數呢 還有四個部分 看它的值 是low middle 或者high 來控制它是低速 中速 或者快速 那這個是看我們有沒有把自動偵測 打開 然後會偵測到 看我們的溫度的設定 nvo temp temp set 好 實習結果分析以建議 no works系統最大的特點 是可以同時使用電力線網路線 等通信介指連成網路 既備互操作性跟開放系統互聯的特性 它可實現隨差即用 通信協定 long talk 已經得到EIA的正式承認為家庭控制網路的標準 採用long works的圖控軟體介面操作 因為它很容易的就可以讓非設計的人員進行管理 所以對於餐椅的工作人員 除了可以學習long works網路程式開發經驗外 它更可以獲得眼端控制網路應用系統的整合實務經驗